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美国理发 但前提是你要是男的 女的 就是 女的要去理发店 就是我们这种自己剪 就是这个剃刀 在Costco有时候卖35到50 别的地方有可能更便宜 反正最便宜也就是35 如果用反例网啊什么 再来优惠15% 就用这个 你把它匹配到你自己 要的长度 它有很多种 这就是个推子 理发的推子 因为在美国你很难找到 与自己灵魂契合的这个理发师 出去花再多钱剪的也不好看 不如自己剪 我现在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在哪里剪呢 你就不要在家剪 出去 就是最好在一个院子 或者公园啊 这样不用打扫 我家碰巧就有一个院子 我就在这个院子剪 就OK了 我先拿这个剃刀 来到这边 在我家院子 现在我们来看这种剪法 在院子剪的好处呢 就是你不用打扫卫生 就给大家 我就手上把侧面剃了 就OK了 我这种剃法比外面 剪的还好 这个美国剪头发的价格呢 在10块到50 50 50左右 如果你能找到认识的 可能七八块给你剪 一般都不可能低于10块 像家住有的地方 花园区老爷老奶奶 再给你剪10块钱 年轻人不可能10块 10块没有 这个大疆屏幕太小了 我来去拿手机 有手机以后上路了 就大概随便推一下 然后并角随便修一下就OK了 后面的话就评感觉了 你要是有女朋友男朋友 都可以 都可以叫他们帮你推一下 出去剪 我这个发型出去剪一下也30 再浪费时间 自己推一下很快 都可以叫他们帮你推一下 最好你推的时候不要穿衣服 这样洗澡能洗掉 就是 在这边送进山顶房 我家院子还没做 我家院子还没做 OK了 大家看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今天拍视频 我就不能精简 其实我会精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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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你就剪完以后 把这个都摄下来 头发清理一下 我这个单手失败了 这个离开头发都要清理一下 方便下次再用 然后有水龙头就冲一下 在卧室里面 就是浴室的水龙头就冲一下 就OK了 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个事 你这个推子 你买来35 你剪个两次就回本了 有时候不去给发电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推一下 大家看剪完的效果 又回复了颜值波 不过这个刘海 我刚才推失败了 为了直播 为了录像 这个大家呢 就是像我们来这边 来美国也就是30出头 二十几岁30出头了 30岁左右来嘛都是 来了以后呢 你就没地方理发 这个发型还很重要的 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年轻人啊 趁这里头发多的时候 多试几个发型 不要到了我们老了以后 就是头发越来越少 能选择的发型就不多 只有一种 这个大家呢 要是嫌头发上面比较少 你就把两边推掉 就OK了 这样就能行难一些 这样你看我从中年游历 你奶爸大叔博主变成了型难博主 颜值博主 对不对 在美国面子还是挺重要的